大家好 现在是2023年7月27日 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昨天美联储的议席会议 以及会后的记者发布会 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总结 就是对于后面要不要继续加息 后面具体要怎么做 美联储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美联储把这些问题 全部推给了经济数据 具体一点 就是美联储一年 一期会议后的声明和利率决定 平淡到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市场反应 而在新闻发布会上 鲍威尔也在避免承诺 未来会继续加息 并强调会依赖经济数据 来决定后面的行动 也就是我们说的 于后面要不要继续加息 美联储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把这些全部推给了 让经济数据来决定后面的行动 因此 在排除外围因素干扰后 目前 A股后面板块和指数会如何演绎 就看内部因素了 从上证指数一分钟图看 目前指数比我们预期的 要走得更强一些 下午我们可以留意看看 指数是不是可以越过3247点 但从个人主管意愿来说 我并不希望指数现在就过3247点 因为按照目前的市场量能 在3247点下方 在盘整二至三天 会更有利于后面大盘的走势 板块这边 我们建议看四个 第一 超跌个股的短线反弹机会 比如人工智能方向 第一批上涨的人工智能股里面 目前有不少已经回撤 到了起涨点位置附近 第二 人工智能方向 各细分龙头回调后 慢慢出现的中线买点 第三 就呈改造概念 后面可能会衍生的方向 第四 房地产方向 可能会有中线机会的几个细分领域 比如装修装饰 简单一点说 就是中线目标个股的买点 目前在慢慢浮现 但眼下操作 仍然建议以一周以内的短打为主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